今天用海带和干豆腐教老铁们做一道爽口的呛半小凉菜 这要是配上两瓶小啤酒 那就一个字老好了 这个新鲜的海带里面都有盐 咱们先给它泡蛋盐分 因为我们家这个海带盐少 所以咱们给它泡半小时左右就行 准备两张干豆腐 咱们给它切成细色 这个色不需要太细 尽量切得匀一些 泡好的海带咱们也给它切成细色 呛半大海带必须放什么呢 就这个葱和西洋菜 必须放啊 锅中水烧开 先把海带事下锅 给它汤一分钟 然后把它弄出下锅 再焯水一分钟 然后给它们烙出去投凉 海带空干水分 多加些干辣椒结 再多加些蒜沫 浇上滚烫的热油 给它炸出香味 再少加点酱油 然后少加点精盐味精 少加一点白糖 九十几热芝麻 再加半勺万能的辣椒油 今天咱们把这叫两菜是呛半口的 所以说这个辣椒和蒜沫 要用油给它浇香 另外呢 把这个呛半菜不需要放醋 那口感太好吃了 事情落着 别忘给胖来个双几杯 就朝屏幕点亮它就行 小胖感谢大家 最后把配料放进去 然后用手上下给它断斑均匀 开出季节 这个海带又鲜又嫩 你就像我这样扮上一盘 高地能把皮鞋给你喝丢了